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爽童》 上一时间2002年 这是一部台湾少见的商业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出现了一个古老的道观 十分诡异 而发生在道观中的那段屠杀更是让人震撼 是一部五星恐怖片 喜欢恐怖的小伙伴 这部一定不要错过哦 第二部《见鬼》 上一时间同样是2002年 据说这是彭氏兄弟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了 坦白的说 恐怖片我觉得这部片子即使放到世界电影界也是极为优秀的 也难怪后来被好莱坞翻拍 个人而言这是我看过最好的 它不仅恐怖 而且剧本也是极好的 第三部《种鬼》 上一时间1983年 该恐怖电影比较重口味了 有那么一次次恶心的感觉 虽然是老片子 但是依然比较经典 不亚于现在的电影 第四部《鬼欲》 上一时间2006年 这部电影前半部分差点被吓死 后面就有点像千语千询了 恐怖度极度下跌 最后的结尾倒是有些乱乱的 不过电影的惊吓度还是很高的 第五部《鬼思》 上一时间2006年 有人人评价 该电影的恐怖程度不亚于双同 又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 这也是一部很难得的恐怖电影 受到了不少恐怖迷的好评 第六部《乡村老师》 上一时间1999年 该电影是香港经典恐怖片的一个系列电影 此电影影响了一批8090后的同学们 在当时恐怖片中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看看这部电影也是让好多人围着后怕的 第七部《李碧华》 鬼魅系列 上一时间2013年 网友评论说 我觉得这是中国恐怖片的最佳状态了 流畅的镜头 诡异的故事 不像美国恐怖片那样的血腥 不像日本恐怖片那样的变态 不像大陆恐怖片那样的弱智 这就足够了 看到咱们国家有这样的恐怖片 我感觉已经很幸福了 第八部《僵尸》 上一时间2013年 这是一部气质文艺的僵尸片 它在题材和内容上算是这一题材的传承 但它讲的重点是人性 人们对于被遗忘的恐惧 视觉系的暴力场面相当诡异 这种恐怖感营造了更高端 它是逐渐在视听上笼绕人心 第九部《鬼新娘》 上一时间2016年 国产恐怖片烂 忍不住看看这部有多烂吧 结果呢 还不错 顿时觉得国产恐怖片也是蛮好的 对鬼下的定义就是假的 人下人 坏人就是鬼 阴谋造鬼 相害复仇 第十部 第一届 上一时间2008年 好多网友评论说 该电影在国内属于一部不错的作品 不知道看过的网友怎么感觉呢 好了 这是小编为大家罗列的 国内十部比较不错的恐怖电影 有不同意见的 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哦 你看过几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